下雨了 我们上上去摘野菊菜 哇 好嫩 以前只是小面积的 现在面积越来越大 哇 看到了没有 把树都馋死了 长到我们家地里来了 野山菊 看这个也是菊类植物 但是这个菊是不能吃的 它长到就是这个样子 可惜这里的都长叶子了 老了 又发现了一片新地方 胖乎乎的 以前没在这摘过 天是很甜的就是有点小 因为去年太干了 皮子很厚 哇塞 看到了没有 这么一大片 进不来 没人来 沿路边上的菊菜都被摘没了 说不知这上面还有这么多 找坑拆呀 一拆一倍了 一拆一倍了 我这这多片吧 这边都是新的 而且这还是好嫩 这个都很过瘾哦 这个都很过瘾哦 这个都太过瘾了 摘得太过瘾了 是吧 嗯 还厚一点哦 嗯 这个草里面是很厚的 你踩下去 把脚都埋住了 太厚 那这边都摘坏了 我这个都摘得太厚 这下面还覆盖了很多小的 没发出来 没底上来 有的 这边挺空畅的 但是下面是一个很堵的悬崖 所以一般人上不来 就这块是平的 这18号 看老爸摘到这么多 喝的天 你看他好乖 你弄我这些 嗯 太漂亮了 它是薄鲜 要这么吃的 嘿嘿嘿 今天的收货 明天出摊的 没摘太多 因为第一次出摊 买这种野菊菜 如果好买的话 下次我们再来摘 这儿鸡大黄 这儿很烂 下好不好买啊 闷得 这儿整不了这个 看这儿 看多了 看多了 不好买 说那边回下 那下面 喷豆的 那边啊 啊 你看那下面还能走啊 我下来 又摘了 这儿不是的 你个鹿子都是的 对不都是的 那咱死了 要哄些 清晨没了 看路又没有 哈哈哈哈 过几天就会有猪笋出来了 到时候我们过来摘猪笋 要压笋 也是新的 老爸像神仙一样 快活似神仙 在竹林里面游荡 看着很保识 哈哈哈哈 是的 好多 好厉害的 老板板子二伯爷 回家呗 费心不大 回来了 这儿给的好去餐 明天又要出摊喽 哇 別這麼彎掉喔